由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以及縣府輔導 鹿骨翔鳳凰山麒麟潭觀光文化協會 日前舉辦第三屆茶藝天使選拔 繼鹿骨洞丁茶品名推廣活動 今日上午讓參與的學員親手體驗茶經農年過程 小朋友更在老師的指導下 學習各項泡茶禮儀等知識 達到傳承茶藝文化的目的 我們這次的活動要感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跟南投縣政府農業處指導我們 因為茶香現在茶葉要多元化的推廣 所以我們今天你看很多學員也有雙胞胎 還有很多遠從嘉義來台北來的也都有 我們希望茶香的茶文化永續不斷的經營下去 還有就是不斷的推陳出新 有許多學員遠從北中南到鹿骨茶香來體驗自茶過程 第一次自己動手製作紅茶都覺得相當新鮮 而學員中也有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動手體驗 希望能夠傳承茶香產業文化 因為這是茶的故鄉嘛 那來到這邊的話學製茶這是一定要的 而且去體驗這邊農家的辛苦 以後我們喝茶的時候就會更珍惜我們喝的茶葉 我們是當地人所以我們要推廣在地產業 那就從我們當地的小朋友開始做起 發揚出去吧 另外為期三天的體驗過程 在7月8日上午也將在鳳凰谷鳥園舉辦品名 以及小小茶藝師選拔活動 建議員徐樹霞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看到很多我們所有的學員的一個參與 感覺到說我們的理事長還有我們所有的會員 真的都是非常的用心 那最難的可能就是說我們在禮拜天 在我們的鳳凰谷鳥園有舉辦我們的一個選拔的一個活動 在這裡也歡迎大家我們到禮拜天的時候 可以到我們的鳥園來參與有這麼好的一個茶葉的天使的一個選拔 在這個地方也希望說大家一定要記得喔 在我們的禮拜天到我們的鳳凰谷鳥園一起來觀賞吧 當日除了會讓大家品嘗到這幾天所製作出來的茶葉品種 另外也特別安排茶與禪等不一樣的茶系內容 歡迎大家屆時到鹿谷來品嘗好茶 明新聞鄭志維 陸谷採訪報導